大家好 歡迎收看《天天話題》 我是雨琪 有一位在美華裔 曾作為中國傑出新聞人士 赴美考察 傑出代表 活躍於國際新聞媒體界 隨後她轉身 投身於全球工藝藝術節活動 是海外華裔的一個響亮的聲音 今天我們演播室裡 非常高興地邀請到了 比弗利藝術The Beverly Arts 創始人周正 周先生 周先生 歡迎您 謝謝 谢谢雨琪 謝謝北美鳳凰威視 美洲台邀請我 非常感謝 其實我原來在國內 已經幫助我出差 我經常看鳳凰威視 我是一個鳳凰威視的標準粉絲 我也是 我在鳳凰威視工作之前 我也是從小看著鳳凰威視的節目長大的 所以說可以說也是我的一個夢想 夢想成真 現在可以坐在鳳凰威視的演播室裡 如果不是美洲鳳凰威視的話 我是沒有機會接觸到鳳凰威視 我就永遠當一輩子觀眾 所以非常感謝美洲鳳凰威視 也謝謝雨琪 歡迎您今天非常高興地邀請您來到演播廳 可以說周先生跟我是半個同行 因為周先生之前在業內我們的媒體 海外媒體界從業多年 可以說是資深的人士 之後轉身投身於我們的全球公益活動 這樣一個過程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契機 讓您投身於這樣一個全球慈善藝術節的活動呢 好 與其是這樣的 我呢在做這個藝術節之前 我在做我的節目這四年中 做了周真秀 就是周正訪談這個英文 一張英文節目的時候 每週一次 我就有意無意地采訪了 大概有30到45位藝術家 哇 有資深的學者教授 像2019年我就采訪了LACMA 就是 LACMA是我們洛杉磯這邊 對對對 就是Losangia the county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我采訪了他們的亞洲館館長 比較知名的像 Robin Connell 所以說可以說是為您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對 包括一位校長 美術學院的校長 洛杉磯住那個聖地雅各的 他叫Unoversy的 Loma Nazralli University 他是那兒的美術學院校長 所以就接觸了很多30到40位吧 這是第一個讓我要投資藝術 那工藝呢 我實際上從2016年開始就被 比弗利山莊的一些工藝活動 像2016年的目錄 一個慈善拍賣 我是作為製片人邀請去 後來2019年還7月份 有個Beverly Hills Boys 也是一個慈善的頒獎晚會 我作為MC 以及他的製片人 《鳳凰》還報道了 新聞報道了 當然最重要的我參加的 比較想亮的是 2019年5月的一個叫 美國全世界都知名的慈善晚會 那叫American Icon of Worlds 那我是作為一個採訪 採訪者就解決了很多大咖 像什麼Evanda Holy Fair Quinsey Jones 還有這個David Foster 還有這個Optuno 這些大門 我覺得大部分們都在從事這個慈善 我覺得這個慈善工藝真的在美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第三呢 就是我對來自於我的熱情 就像我對這個主持 我私下寫詩 有熱情 有這個Pansion 就像我經常在我的周正訪談天 問我的嘉賓一樣 Where does your Pansion come from 是怎樣 對對對 就我 這個我絕對同意 熱情絕對是一個keyword 是你不管從事任何行業 有了熱情 可以幫助你克服一切的阻力 所以在我聽來 您投身這個全球慈善工藝藝術節 這樣一個新的領域 It's meant to be Thank you 那周正先生是我們 The Los Angeles Beverly Arts 簡稱 Lava藝術節的一個創始人 我們都知道在海外 我們有大大小小的這些藝術節活動 周先生為我們介紹一下 Lava 它的一些特色 是有什麼樣的特色 Lava其實跟我們鳳凰衛視有一個相同的東西 我正要說了 就是我們鳳凰衛視我認為 我剛才說我是鳳凰衛視的粉絲 為什麼我是它的粉絲 因為它的國際性 它的國際性 非常國際化 可以說鳳凰衛視 它跟世界級的大的行為媒體 比德華在國際化這塊做得最好 我們搶了五個性 第一搶了它的國際性 我是Founder之一 我並不是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 它既然是國際藝術節 我們其他的board member 就是那些股東都是當地的美國人 比如我們第一個board member 就是一個叫英國皇家學會的加州主席 那她叫做Princess Karen Cartrell 那第二位是一個美國紀錄片 國際紀錄片協會的主席 叫創會主席叫Harrison Angle 還有一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那個Uruburse的Loma Naralee University 他是美術學院院的院長 還有一位是聯合國的一個叫UNASA 內陸帝國的一個主席 所以說是強強聯合 對 他們都說 所以我們強調的國際性 再強調的是權威性 以及強調的是專業性 和它的公益性 這五個性 國際性跟我們鳳凰結合了 又同平了 好 那我們就需要 所以當時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 Los Angeles Beverly Arts 為什麼用這樣的拉拔 Los Angeles 因為Los Angeles 大家都知道是全球 最知名的三大城市之夜 紐約 東京 洛杉磯的時候 洛杉磯的GDP也是8000多億 Los Angeles 我經常喜歡講這句話 我說洛杉磯你是前時 你是世界前時 洛杉磯是前時 就是世界前時 那 Beverly Hills 大家就知道 這個城市是非常知名的 另外我也被 Beverly Hills Art Festival 就彼伏利藝術節 主委會邀請 而且我採訪了 彼伏利藝術節的主管 叫 Christine 那個Los Angeles特別不好 叫 Christine Behaviour Christine Behaviour 她是主管我採訪了 所以由於這些活動 跟他們的互動 就有一種有意無意的 原來我是做主持人 有意無意的 接觸到的藝術家 幾十個藝術家 那我創辦了 我作為創始人之一 讓這些所有主流人士 你看有聯合國的 UNA USA 有英國皇家學會的 RSSG 有電影的 有美術學院的教授 創辦了藝術節 是 聽起來是我們各行各業的 權威資深人士 一起強強聯合 組成了我們 Laba Founder的一個團隊 我是之一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兩年多的疫情的期間 給我們各個大大小小的活動 都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挑戰 可以說辦一個藝術節 在疫情期間 挑戰肯定也是重重的一些阻礙 所以說我知道 我了解到我們現在的藝術節 又多了一個線上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疫情期間的這一兩年多 您作為這個籌辦方 經歷了一些怎麼樣的挑戰呢 這個挑戰主要是來自於 首先第一 第一是我們本身 疫情本身就是 COVID-19 本身 Pandemic的 本身對這個是挑戰 就是我本身自己不要被感染上 我要保證我作為一個Leader Leader 引導一個團隊的Leader 我要保證我的團隊不被感染上 你要去採訪 我要搞一個活動 你都要Face by Face 對吧 所以還有本身我們 剛才我說的這些人 大多數年紀都比我大 都是高危人群 你想這個是非常挑戰的 而是我在過去從10月28號 2020年的10月28 就是 還比較嚴重的那個時候 對 嚴重的kick off 我們就做了第一個kick off 在四季酒店 鳳凰也去報道了 四季酒店我們都是面對面 當然我們是做了防腹口罩等等 都做了按CDC的要求 嚴格按CDC的要求 所以這個挑戰是來自於 這個疫情的本身 但是我說了 我們來的這些所有的人 都是高危人群 所以我們要保護他們 第三 因為雖然我們報名 可以在線上 Nine 但是我們在線下 在這一年中 我們大大小小做了20場活動 平均一個月兩次 哇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告訴你 語氣個好消息 到現在為止 我的團隊沒有一個人到現在 我不知道將來 一個人一路被跟我去工作 和我的activity被感染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難得 我聽起來真的覺得您一路走來 也是克服了重重的這些阻力 也證明了您的熱情 支撐您走到現在 謝謝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邀請到周正先生 來到我們的演播廳 我們上一節呢 周正先生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Lava的台前幕後的一些細節故事 我們稍作休息 下一節呢 我們聽周正先生繼續細數他在海外的生涯 歡迎回來 可以說從19年到現在對周先生來說是很重要的幾個 年頭因為周先生在2019年獲得了美國聯合國協會的人類貢獻獎 19年的11月呢成為了英國皇家加州分會的榮譽會員 在20年的時候呢又被譽為我們美國聯合國協會的榮譽會員 首先恭喜您 謝謝 作為我們海外華裔中的一個非常有力的聲音 得到這樣的殊榮 對您來說得到這幾個頭銜這樣的肯定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這個意義在於說因為我參與到他們的活動裡面去了 他們給我這個榮譽會員 你知道榮譽會員他們有很多指標考察 他們有一些標準standard或者regulation 他們一些regulation 所以他們會考察你在當地的影響 包括你的知名度 包括你跟他們的互動 因為我參與到他們 比如說英國皇家學會叫 它的全稱叫Royal Society St. George 它這個機構呢在2019年的11月 就跟我做了一個關於中國茶道的一個活動 我是作為當時的一個製片人 也是作為一個表演家丁吧 我表演了一首歌 我記得當時唱一首歌 中國歌 詩巾的一首 還很感動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就覺得你跟他們互動 而且我都是Volunteer 都是Volunteer 就自願的 就提供了這個自願的一個勞動也好 或者怎麼樣啊 而且也把我們中國的這種文化 讓世界更多人知道 對 做了一般 花了時間 花了精力 第二呢 聯合國也是 我跟他們一些互動 做了一些活動 包括幫一個國內的一個歌星 做了一個新發布會的聯合國參與進來了 所以今天我也把英國皇家學會的這個獎章 我注意到了 太大了 我覺得它是一個 它實際上這兩個組織是全球的最大的公益慈善組織 像UNA它已經有78年的歷史了 那個RSG有128年的歷史 對 都是很資深 所以我能得到他們的認可和肯定 他們的分支機構 加州機構 我也覺得是非常的欣慰 同時就因為跟他們的互動 我對他們的認知 他們對我的認知 所以我們在拉拔藝術界 這兩個機構 一個是聯合國UNA USA 和RSG 成為了我們這個藝術界的強烈的合作夥伴 從頭到尾到今天 都是我 所以我們的公益性它是有來歷的 是因為這兩個機構 作為我們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這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們不得不公益 我們本來就有主動要公益 有這個想法 有一個主動性 同時我們這個構架 它就是一個公益性的一個藝術界 這樣一個榮譽的稱號 一個榮譽的頭銜 肯定是一份肯定 不過這個背後其實體現的 是您多年的一個堅持 以您的工作 對於工作的這一份堅持跟熱情 您Laba的電影節扶持的我們的海內外的 這麼多的藝術家裡 其實大家從事藝術行業的工作 您作為資深人士應該也深有體會 我們每一個人除了一份熱情之外 更多的是每天show up的一份堅持 所以這麼多年來您看到的這麼多的藝術家 他們身上體現的最能打動您的 有什麼樣的一些品質跟特點 好 太棒了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過去四年的采訪的經歷中 就周振秀裡邊 我每次在結束裡都要問藝術家一個問題 Where does your passion come from 你的熱情是從哪來的 你說他們是什麼 他們的熱情打動了我 他們的熱心打動了我 而且作為藝術家 他們對美的追求打動了我 而且這種美就體現在善良上 而且每一個人眼中的美都是不一樣的 你也可以通過其他人眼中的美 去給這個世界一個新的視角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神奇的 所以我作為主持人採訪他們的時候 我也inspired 他們的inspiration mean 我 got inspiration 相互的一個過程 我得到了他們的一種啟發 啟迪 一些鼓舞 所以我說亞里斯多德講過 美是來源於善良 是一種善良 而且美的快感 也是來自於善良 所以我覺得你說 打動我的就是美以及善良 我們在海外各行各業的 我們的奮鬥的華裔 其實不光光我們是在為自己奮鬥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包括您 包括我自己 不僅僅是代表的是自己 也是我們祖國 中國作為華裔給世界的一張名片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每個人身上其實身負的有一份責任感 您在這麼多年從事藝術行業 媒體行業 現在包括慈善藝術節的活動 您覺得這麼多年來 您身上肩負的這個使命 這個責任感 推動著您往前走 我是一個有使命感的 不過這個使命感是對我個人 比如我要寫詩歌 我希望這個詩歌能 我翻譯了我的自己寫的 我寫了幾百首詩歌 但我到現在已經翻譯了50首英文詩歌 發表在我們的藝術界 拉拔藝術界的官方網站上 官網上 我應該這個使命是我個人的 但是你說剛才說的這個 好像作為一個名片怎麼樣 我覺得那是這樣的 我在2019年參加的一個活動 就是英國皇家學婚的 舉辦的關於中國文化的一個活動 我在這個活動上表演了一首歌 輕唱的 叫《在水一方》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他們把它錄下來 而且我是用詩巾原詞唱的 肩甲長長 百露為雙 所謂一人 在水一方 宿佑蟲之 到處且嘗 宿余蟲之 碗在水的中央 我用這個唱完以後 他們把它錄下來 儘管主流的人是美國人聽不懂 當場就感動哭好幾個人 而且他們發到碗 往上去後有個哲學家 大概這個哲學家是他的 IQ排名是全世界第三 叫Michael大哥 我後來到現在沒見過面 也說痛哭流涕 就說中國文化的不是我 我厲害 中國文化太厲害了 你想我一個詩巾 我用這個現代的 這個台灣的瓊瑤的這個曲子 現代曲子 現代曲子 唱的原詞 接近三千年的這個原詞的詩巾 能夠把一個不懂中文的老外 就是我們說老外 老美感動哭 我還是滿心瘋的 那最近啊 我讚揚一下我自己 鼓勵一下我自己 最近我接到一個好萊塢的 在網上都看得見 好萊塢的一個資深編劇 它是肯尼迪傳的資深編劇 也是Angelo of Los Angeles的編劇 他叫Paul Boston 他是電影世家 他跟我寫的話 讓我特別感動 寫了什麼 他說就因為你是非常positive 我記得他這些話 positive 還有說 Your contribution You are cultural You are be your show the cultural influencer influencer 哇 我滿感動的 他終於主流影師 他是個編劇作家 他說 You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unity 哇 這個話我還是挺感動的 他不是什麼大明星大導演 他是一個專業的資深的 他是畢業於普林斯頓的 一個專業作家 所以我覺得這些專業人士 對我的肯定 而且說 Your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unity 哇 我還是滿 覺得欣慰 至少很欣慰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 鄧立軍的《在水浴方》的版本 希望有機會也能聽到 您表演的這個《在水浴方》 好的 有機會 會會會 謝謝 我們Lava電影節 近期 藝術節 國際藝術節 國際藝術節 近期在疫情 我們大家也都逐漸地 社會在恢復我們的運轉 在現在不如2022年 我們Lava電影節 國際藝術節 近期有一些什麼樣的打算 我們世界各地的藝術家 包括我們中國藝術家 可以以什麼樣的形式 來參與進來呢 好 我們9月29號 已經通過10個月的時間 已經在比弗利山莊的 四季酒店 做了一個入圍的官宣儀式 全球有27個國家 選拔出了27個國家的 150名藝術家入圍 大多數本土美國佔了主要的 還有法國的西班牙的 包括遠在亞洲的日本 越南都有新加坡 還有馬來西亞 當然我們中國大陸 還是來了一些 特別有一位著名的藝術家 叫黃建蘭先生 也是我們這次邀請的 而且他在9月29號 他不能來嘛 現在隔離嘛 國際航班也不能開通 所以我們就連線 國際連線採訪 他代獎 由我們電影會主席 給他頒獎 我們聯合國的一位 是給他頒獎 電影會主席給他代獎 所以我們連線 還有一位法國的 所以我說我們強調國際性 法國的美系主席 叫Remy Aron 也得到了這個 Icon Awards 所以呢 我們未來 這個入圍過了 我們選拔了150位藝術家 我們在今年大概在5月28會舉行一個決選 而且這個決選的過程是用了奧斯卡借用了借鑒了奧斯卡和金球獎的方式全封閉 我本人不是評委 我是創會了這個 我不是評委 因為我不是學藝術 我也沒有拿到MFA 所以我不是評委 我只是組織 但是您提供了這樣一個平台 對的 組織平台 所以他們是資深的評委藝術家會選拔出全球最有影響的藝術家 從150人選多少最後他們評委會主席團成員來定 就這些美術學院的院長 這些電影會主席 這些奧斯卡評委 這些金球獎評委 以及我們的法國美系主席 他們來評選出全球最有影響的藝術家 那我們3月17號 我們在彼腹山莊的四季酒店 有一個Nava Icon Awards的頒獎晚會 到時候我也請你去參與一下 我們一起期待一下 我們一起觀察去看一下 我說的是跟我們做的是不是一樣 是的 在節目中您也提到 這過去的五六年間 您做的這一檔周正訪談的節目 採訪了各行各業 也很多藝術界的我們自身的人士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您在近期之後的打算 會回到這個採訪的生涯 會繼續嗎 會 因為我做藝術界 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採訪 像2022年我就採訪了好幾位重量級的嘉賓 像我剛才給你提到的 叫著名明星叫Kaley Labrock 還有一個著名導演 三個奧斯卡獲獎的叫Paul 他是音效大師 他是音效大師 Paul 著名的三次奧斯卡 跟100多部電影配了 叫Spiderman 配了電影 配了音 還有我採訪了著名的 我們的同行 新聞同行 NBCCB的Fox News 叫 Carlos of Moscow 他獲得了22次艾美獎 我採訪了他 一起期待一下 對 將來有機會我們都認識一下 是的 是的 然後我未來的話 我會有意無意的去專門還是要針對 因為我現在做了Lava的這個 Organizer Monger Lava Los Angeles 是Bivalry Arts 這個藝術節 所以我會有意無意的去針對去採訪一些藝術家 一定的應該是採訪一些比較國際上知名的重量級的 有世界影響的藝術家 周先生也跟我說 私底下跟我說今天給我們準備 美洲台準備了一份特別的祝福 節目的最後周先生想把這份祝福送給我們 好的 我想跟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以及大家分享一下 特別在這個疫情之間 我在初中的時候記得一個治理名言 就是我們法國偉大的作家巴爾扎克 說的一句話就是 生活是一門勞動 也是一門藝術 要學會它非非的力氣不可 當我們尝尽生活的苦頭 把自己的神經鍛煉成鋼絲 虛虛而不止折斷的時候 也許我們此時懂得了生活 那麼最後呢 我想跟我們的這個有才華的與其一起分享一下 因為他提到了這個使命感 我在高中的時候就學過一個 德國作家他叫哥德 我不會德語 但是我把他的英文背下來了 而且我還把他寫到一個標語 貼在我的這個房間裡 當時上高中嘛 苦讀 好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這句話的中文意思就是 人生之鑰匙在於確立一個偉大的目標 而下決心實現它 我想這句話跟我們一起一起來共勉分享 今天同行的交流我受益匪淺 也非常感謝今天周先生做客我們的演播廳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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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衛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